是7比6 1分取得領先 而在10局下半場上看到的投手 就是火球餅林岳萍上場啦 不過林岳萍在之前的兩場比賽 他也都有上場來亮相啦 第一場比賽他是並沒有掉分數 但是第二場比賽在9局上半了 被兄弟向隊打得七分八速的 打爆了 也不容易啊 一局掉5分 那場比賽他的狀況不好 直球的速度沒有出來 那控球又不理想 也投了一個保送 然後被打了5隻的安打 掉5分啊 也因此目前林岳萍的防禦率是爆高 33.76 那10局的下半呢 新龍牛隊 等於是最後三個出局數的機會了 率先上場的打者是阿浪鄭兆航 今天這場比賽呢 阿浪可以領到一座猛打賞 四個打數出現了三隻的安打 第一個球143公里的速球 阿浪沒有出發 上壘就有機會了 看看這個政兆航能不能夠上壘 衝擊敞 丘射速要無聲出來 差不多都在1.4.0左右而已 所以他的特色沒有出來 可是這個控球 總共不好 不太理想喔 總共不好 剛剛新龍牛隊的麥迪生 就是因為控球走樣 所以才讓麥迪生現在變成敗投候選人 尤其是兩出局以後的兩次保送是關鍵 146公里 但是沒有進到好球帶 球數變成了一好球 三壞球 稍微低了一點 以林岳平的球數條件 就是如果他標出146的貨 那把球塞進去 其實對方打者也不一定打得好 現在主要的就是觀察 他球投進的位置 龍一輝 插幫被捕 必須要讓打者揮棒 你才能夠解決打者 有四封鍵的擊球 那後援投手最怕的 就是找不到好球帶 剛剛麥迪生就有一個活生生的教訓 這一棒打得扎實中間方向 一出局 緊接著上場的打者是林毅全 今天三個打出出現兩支的安打 那另外還有一次獲得保送上蕾 其實今天的新龍牛隊包括第四棒的張泰山 第六棒的鄭教航還有第七棒的林毅全 攻擊表現都滿不錯 那差不多這三個在攻擊 那也不要忘記了 那也不要忘記了單會 第八棒 下一棒的打者還是鄧老師鄧時陽 鄧時陽也表現不錯 一支二兩安打還有一個失敗者 那麥迪生我們 就是 原本許生平總教練 是要 讓他來當closer 他自己要把C拿掉 找不到好球帶 果欲現在林月平也找不到好球帶了 又是投誠一好三壞 投誠比較小心 對 其實林樂平這樣比賽 就我們測到的這個數字來看 最快可以飆到145 146 慢慢回來 對啊 那 其實也不用太過閃躲吧 145公里的快速球 但是是一個壞球出現了保送 童一是對連續三個半局 這個投手都有投保送 那林樂平基本上算是 是統一的最後一道防線喔 師隊牛棚現在沒有人在傳接球 沒有投手在熱身 沒有投手在熱身 鄧老師 鄧時陽 今天在七局下半上場來帶打 超過一支二壘安打 八局下半的則是獲得了保送 這個球打成了優积方向的滾地球 華盛貴 這回出現守備失誤 又來變速了 又來變速了 華盛貴 這個印象分數會嚴重扣分呢 對 反向攻擊 眼看是有雙殺的機會 來到前面突然是彈得比較高一點點 但接球沒有接好 沒有接好就失去這個機會了 現在新龍牛隊不但是追平分上二壘 超前分上一壘了 輪到打者的則是李懿偉 第一個球沒有進到好球隊 這球超速不差 不過捕手高智剛是要一壘手 鄭乃文在手後面一點點 李懿偉 李懿偉去年球季是在中信金隊 這個球打成一個左邊方向界外 捕手的打擊也是一個很好製造雙殺的機會 捕手的速度比較慢 那滾地球就能夠形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有優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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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方向的飛球 安打 行程安打 逆轉嗎 逆轉嗎 後面的袍子 廟波賽蕾之後 要回白雷搶攻 同一室隊回傳球 來不及了 這是一支再見安打 這是再見安打 新龍牛隊靠著李懿偉的再見2點安打 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的同一室隊跟新龍牛隊這場惡鬥 這次再見安打 之後結束了 新龍牛隊8比7 經過一番峰迴路轉之後 牛隊再以8比7 贏得了這場比賽 贏得了今年球季 台中球場的開幕戰 也是新龍牛隊今年球季的第一勝 飛走了百勝要再等一等他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台中球場 快點 快點